综艺《你好!星期六》自从开播以来一直被与快乐大本营进行对比 虽然让带着情怀的观众一直吐槽 但还是有不少看点 没有谢娜、李维嘉等老牌主持人 《你好!星期六》在嘉宾阵容上也有提升 不仅邀请了龙左儿、阿娇和阿萨 还邀请了李耀祥和邓翠文两位老戏骨 又可以看到两位同框真的太赞了 最难得的是没有人打断和抢李耀祥的镜头 让李耀祥和邓翠文可以全程标戏 而演员谭松印也格外受到芒果台的关爱 因为母亲车祸去世 谭松印曾去参加蘑菇的时候 何炯还暖心安慰她 难得芒果台也没有拿谭松印母亲离世的话题去炒作收视率 所以谭松印这一次也来到《你好!星期六》的舞台上 在芒果台也展现不同的一面 又唱又跳真的很有女团的感觉 不得不说谭松印不但是个好演员 为观众呈现出一部不好的作品 塑造了一个个经典的角色 而且她还是一位有潜力的歌手 也许她在音准以及演唱技巧上比不过一个专业歌手 但是她演唱的歌曲很有温度很有意境 让人感到十分的舒服和自在 之前谭松印还出了一首个人手部单曲 名字叫《我在!》 这是一首谭松印献给粉丝的歌 《我在!有我在!我一直在!》 温暖的话语在温柔的嗓音里娓娓道来 让不少松果激动不已 谭松印在歌中唱道 心里有了动 很多故事有了保存战 心里有了动 很多故事也有了回音战 和她去年生日时发的 心里有了动 于是所有心事都有了回音对上了 MV中的谭松印更是甜美动人 让人看后特别有想要恋爱的冲动 一拼一笑都极具魅力 之前为了宣传作品 谭松印和张星成参与录制《快乐大本音》 《快乐大本音》舞台谭松印挑战两套造型 在登场亮相时谭松印 COS甜心教主王心灵的睫毛弯弯 让人感觉活力满满 只见她穿了一身小清新打扮 大眼睛灵动笑容甜美 好一个活泼开朗的林家妹妹 除了少女造型之外 便是第二组西装造型 原本甜度超标的谭松印穿起西装之后 画面感变得有点酷了 从甜美系的元气女孩 再到摩登复古的萨爽小姐姐 只能说谭松印每一次变化 都长在了观众的审美点上 在为爱尖叫晚会 谭松印演唱《亲爱的同学》 当时她身穿黑白搭配的裙子 妆容精致 看起来十分甜美 演唱歌曲的时候也十分稳 不是专业歌手的她 表现得已经十分不错了 这首歌是2016年网剧 最好的我们推广曲 当这首歌的旋律 响起来的时候 你是否会想起当年的耿耿 谭松印在这部剧中的表现 也十分抢眼 在外形上 谭松印就像是耿耿本人一样 演十几岁的少女 对她来说根本没有违和感 到现在耿耿也是一千人的青春 演唱完第一首歌曲之后 谭松印接着给大家带来了一首惊吓 在这首歌响起的时候 想必很多锦衣奶奶们的眼泪 都要出来了 脑海中浮现的 近时路易和惊吓各种名场面 勾起了一波回忆沙 惊喜的是 谭松印把这首歌唱完之后 紧接着就是任嘉伦带来新强 一身黑色西装干净而有劲 精神状态也不错 谭松印唱的这首惊吓 和任嘉伦唱的这首新强 都是由他们主演的锦衣之下中的歌曲 谭松印唱的是插曲 清澈的嗓音听起来十分舒服 而任嘉伦唱的是偏尾曲 成熟而又带点沙哑的歌声 听起来也十分不错 在金杰开幕式时 以家人知名大哥紫秋 小妹尖尖 小妹夫林霄 合唱看得最远的地方 谭松印一袭水粉色刺绣纱裙 流光花瓣撒落在裙摆上 曼妙俏丽美如小仙女 对于三个人的合体 不少网友也都十分激动 在看直播的那一瞬间 也都纷纷直言 这样的售后 实在是太神仙了 在双十一晚会时 谭松印和陈学东 同框合唱甜甜的 陈学东在当晚 穿着白色西装 整个人活脱脱 像是白马王子 而谭松印则不用多说 依旧元气满满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 两人唱跳结束 准备下台 画风突变 两人在舞台上 紧张地找起了戒指 原来由于跳得太卖力 陈学东把戒指给跳丢了 而谭松印也跟着 在舞台上转起圈圈 当时有不少人看到这一幕 都以为是谭松印 也在帮着陈学东找戒指 其实不是是一个乌龙 谭松印实际上 是在舞台上迷了路 误认为陈学东 在帮自己找路 获知真相后的网友 忍不住笑出了声 有粉丝说 一个是着急忙慌找戒指 一个是惊慌失措找路 两个可爱的憨憨 在直播的舞台上 相依为命呢 在国具圣殿舞台上 白静廷和谭松印 在现场演唱 《想见你的》的片尾曲 《想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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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爱情一落成遗迹 用象形刻画成回忆 这首风靡了 整个2020的歌曲 只要一开头 就让人忍不住 想接唱下去 而且现场的舞美 也很给力 丁王子和精灵少女 手牵手一起演唱着 甜蜜的歌曲 真的是视觉听觉上的 双重享受啊 当白静廷和谭松印 从两边走到一起牵手的时候 相信大家都已经开始 可贼批了吧 之前两人在 旋风少女的时候 就合作过一次 前段时间 两人又共同出演 《我们的新时代》 之后基本上 就没有影视剧的合作了 不知道有生之年 还能不能看到 两位合作一部 高甜恋爱剧 还是挺期待的呢 景星思域的插曲花园 也是由谭松印演唱 谭松印以清甜嗓音 道出娓娓深情 来自十一娘温暖之余的声音 真的是太可冷 尤其是看着MV听这首歌 更能让人沉浸在 徐令仪和罗世一娘之间的 浓情秘义里 为了宣传景星思域 景星夫妇在快本中和停一夜 一出场 他们俩就一起跳了 蔡依林的特务J 两人搭配默契 完成了完美的表演 而且这次在跳舞的时候 谭松印还做出一个 高难度动作 就是下腰 他跟钟汉良牵手转圈之后 就来了一个下腰的动作 最终 这段舞蹈是以 谭松印的下腰动作 作为结尾 在他下腰的时候 钟汉良在这时就扶住了他 两人摆起了结束姿势 在最后 做结束姿势的时候 钟汉良依旧保持着绅士手 他的手并没有去碰触到谭松印 而是往前伸直 他在抱着谭松印的时候 一直是在用他的手臂发力 并没有因为怕谭松印摔倒 而用手去搂住他 钟汉良的身士手 也获得了好多好评 在中秋特别节目上 演员谭松印还现唱歌曲 摘下满天心 到晚 谭松印身穿一袭水蓝色 长裙优雅登场 在充满失忆的舞台灯光下 更显温柔衔静 仙气十足 谭松印清澈甜美的声音 将这首歌的动人旋律 以及歌词所蕴含的真挚 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 引发广大网友的振振掌声 结束演唱后 谭松印在后台接受采访时表示 中秋节最喜欢吃的是 家乡甜咸夹杂的月饼 虽然自己不能跟家人一起过节 但希望大家中秋节 合家欢乐身体健康 所以尤其说 谭松印是一名演技优秀的演员 倒不如说把他称之为全能艺人 出演唱有天赋之外 他在舞蹈方面也很出彩 最让松果津津乐道的 就是谭松印的螃蟹舞 虽然舞蹈动作并不复杂 但却被谭松印跳出了不一样的感觉 特别有画面感 在向风二行之后 有网友爆料 谭松印将和景博然合作新剧《归录》 期待谭松印新的一年有更多精彩作品 和大家见面 对于谭松印这位艺人 大家有什么想法呢 欢乐哟